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這幾日我們又聚在一起 十二月到了 除了是感恩的季節之外 不管是在辦公室上 辦公室有可能在職場上 因為歲末了 會有更多的準備 做學生的也一樣 在學校 剛考完斷考 北正在準備一份大的考驗考試 也或許就如同剛才智慧長老所說的 我們大的環境是怎麼樣 可能我們要面對食安的問題 要面對政治 經濟上的問題 甚至呢 有可能我們的心靈 是在一個軟弱的狀況下 雖然是外在 我們都知道昨天有 在藝術館那邊有 開開心心的活動 可是可能 在開開心心參加的活動之下 你的心情 是失落 是跟環境對比的 那我們今天通過這一段經文 我們來互相學習 上帝對我們的旨意 上帝對我們的話 也是這樣 我們自始同心低頭來禱告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謝謝你 因為你的愛和恩典遭聚我們 謝謝你 因為你滿滿的愛 使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 主 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的一道 這時我們要互相學習 你的真理 你使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盟恩典 我們這樣打包的是 奉主耶穌的聖名感恩 Amen 我們來在讀這段經文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他的背景 是怎麼樣子 剛才我們講到說 這一張是賽亞書40章 那他跟前面的39章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說 以色列這個國家 常常在戰亂的年代 那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背景 大概在主前701年的時候 因為亞述第一帝國 然後侵略以色列 在這個時候 亞述帝國被上帝擇擋 然後耶路撒呢 重新再被拯救 那怎麼樣 他們的王呢 西西加王呢 也用心置領 但是西西加王再過來的 譬如說是 我們螢幕上的馬來西亞王 或者是約西亞王 十壞十好 為什麼說十壞十好 因為馬來西亞王 是比之前的那一個 情更糟糕的事情 但是呢 接下來這個約西亞王 他有大型改革 那約西亞王後就好嗎 不一定喔 之後的這兩個王 約亞勁跟約亞勤的 比先前的都更邪惡 那我們知道說在公平前 六百年輕的時候 亞述帝國被整個巴比魯取代之後 新的帝國怎麼樣 新的帝國去包圍耶路撒呢 他不只包圍耶路撒呢 還將他們的王室成員啊 還有重要的官員 領袖 全部都盧走 那被盧走的那些猶太人 雖然他可以在異地 在被盧的地方去自由敬拜他們的上帝 但是呢 你想被盧的會不會受到痛苦 所以他們是為了什麼樣子 他們常常經歷到很多的苦難 在他們的裡面 那後來 巴比魯等於某一個王 他登基以後呢 突然呢 就禁止猶太人 去敬拜他們自己的上帝 那這時候他們有一個堅持 堅持他們是要敬拜上帝的 那我剛才有講說 先前以色列人常常對自己的信仰 常常是搞不清楚的 以至於上帝透過一些帝國 或者透過一些戰爭 使他們陷於苦難 但是他們這一次是怎麼樣子 他們這一次經歷的苦難 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罪喔 是他們自己堅持他們的信仰 堅持他們的義 甚至是怎麼樣子 他們在做上帝看我們眼中 是正確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得到一個 在這個經文的背景之下 他們得到一個末世 就是說 一切快結結束了 上帝要拯救你 拖你苦難 所以我們在第四章 一剛開始就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這是他的一個背景在 那一剛開始的時候 上帝用這樣的話 世子章二節到四節 去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回去耶路撒呢重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日子已經滿了 罪孽已經赦免了 而且怎麼樣子 要為主預備道路 而且要修平他們一切的山蛙 大大小小的山崗 都要被修平修持喔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這一些百姓上帝的子民 他們經歷到種種的黑暗 跟受苦的狀況的時候 礦野對以色列來講 其實是充滿象徵意義的 是吧 是喔 上帝要在他們在礦野預備 這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礦野對以色列來講 可能是一個苦難 那也可能是一個驚奇 更肯定的是 透過這一段經歷 我們可以看到是 礦野是他們遇見 體驗上帝的契機 我們都知道 以色列人摩西他第一次經驗到 上帝的時候 是在礦野當中 他去看見燃燒的荊棘 然後上帝跟他講說 我是你的祖宗 是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而且呢 再來是他又在西乃山 同樣的這個 出埃及記的背景裡面 在西乃山上面 他是上帝的榮耀 上帝的背景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以色列出埃及的這個例子 所以他們在礦野當中漂流 在礦野當中去悔改 同時在礦野當中 生命重新的再去更新 那這裡我們可以講到說 其實怎麼樣子 每個人我們每個人心中 都有不同的礦野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礦野 甚至有的人礦野是怎麼樣子 有可能你的礦野是因為你對信仰的堅持 你對信仰的態度而產生的苦 所以你去面對這個礦野 礦野有可能是象徵的是什麼 象徵的是寂寞 孤單 沒有建設的 生命也可能是怎麼樣 是一個在一個沒有意義 乾枯的狀態之下 但是呢 像你透過這一段的經文的 第一剛開始講的 他用那個櫻木板裡面有講到說 他用溫柔的方式去告訴他們 最後是用很堅定的語氣來告訴他們 剛開始的時候 世子章的第一接到第二 解說你們要去安慰 你們要去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那我們可以說安慰 安慰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安慰的字面的意義就是 使人有力量 我們知道這個字的那個字 它的意義是堡壘 要塞 但是其實更是它的字緣 其實是一個力量的意思 所以上帝的安慰 不是給你幫我呼呼吸吸的這樣子 就沒有 上帝的安慰是使你有力量的 使這一群在礦野裡面 受呼召的人 他們不僅是有力量的 而且他們是可以去安慰人的 所以它的安慰 中文是安慰 可是它背後的意義 有這一層是使你有力量 而且有力量去安慰人 這一群在礦野當中去經歷上帝的人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生命要跟上帝連結 然後被主使用 他們有可能是在巴比倫 這邊圍奴受苦 但是你想想 當他們被告知有這樣的事情 知道有一個榮耀的神 他們以前祖宗的上帝要來造訪他們 這對一個在靈性很低沉的以色列民族來說 是一個多麼開心又很震驚的事情 如果要想想 如果我們一般的家庭 有人要來的時候 客人要來造訪你的時候 你應該去開一開心心 甚至會自己打理打掃 我們不會隨便馬馬姑姑的去接待客人 那你再想想 這一群已經在意弊受盡苦難的人 當他們知道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祖宗的上帝 要來造訪他們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的開心 他們的幸福程度 而且他們知道他們要怎麼樣子 為上帝 為他們的王去組一條康莊大道出來 而且這一條康莊大道是怎麼樣子 是可以你跟上帝有直接的關係 直接的交通 但我們也可能 但我們也要講說 這樣子要為主組一條道 你想他們在一個很低沉的狀態裡面 要為主組一條道路 在他們自己的信仰裡面 已經很低沉了 要再重新的去設定 去跟上帝做連結 這個過程這個建設 有可能是辛苦的 有可能是冗長的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說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說 他已經在 我們背景有介紹說 他們已經在異地非常久了 甚至帶領他們的領袖 當初被魯去 我們剛才有介紹到 被魯去的領袖 有重要官員 其實他們的重建之路 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這裡怎麼講 這裡的先知 他用花去做比喻 我們都知道說 巴比倫的 如果有 這邊都是高中以上 但是職場 有小色青跟老色青 那個巴比倫的空中花園 是古代世界七大奇景 我們知道說 他們在這邊造這個美麗的景象 但是怎麼樣子 所有的景象都會在時間內去做凋謝 更何況是他們在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可能風一吹來 就怎麼樣子 滿臉都是殺 或者是氣候非常的乾燥 不舒服的環境之下 但是先知很妙的 他在這裡告訴這一群以色列百姓說 你們所有的景象都會過去 或許人的生命也是一樣 先知用這一段話去鼓勵 鼓勵那些被盧的漁民 被盧的人 或許當年的領袖 當年的人事物都已經不再大大不一樣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的話是永遠堅立的 永遠存在的 就像我們剛才所讀的 所看的一樣 草壁枯乾 花壁凌謝 為我們的上帝的話 是永遠堅立的 這就好像說 帶領你認識上帝 或是帶領你進教會的人 可能有可能有一天會隨著時空悟患心理 但是上帝的話是永遠存在的 有可能是你在工作 在任何的環境下 促使你離開熟悉的環境 熟悉的人 但是上帝的話要成為你的幫助 有可能是一個 有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景 就是說 這一些時空 這一些人帶領你的 都會悟患心理 但是我們的信仰跟信心 是建立在上帝裡面 不是依靠人 我在這裡說的 不是說 我們不跟人去做 橫向的連結 而是說 我們要將信仰去建立在 你跟上帝的關係 勝過於人 因為有一天 你的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 有一天 這有可能也會使你跌倒 甚至這些人 隨著悟患心理 就都消失了 但是當你建立在 上帝的話語裡面 上帝要賜給你信心 上帝要賜給你這個安慰 我剛才講這個安慰是 上帝要賜給你力量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到說 這些人 這段經文說 在曠野裡面 遇見上帝不僅要安慰人 使他有力量之外 這些人 要如同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一樣 他要成為傳報好消息的人 他們要成為怎麼樣子 他們要成為荒誠的重建者 而上帝就是最好的幫助 最好的引導 我們可以說 他不只是怎麼樣子 他不只是全能的調度萬有的全能者 他不只是得勝者 他還要跟隨他 而且怎麼樣子 他要引導你 他不只是得勝者 他不只是得勝者 因為一個得勝者 一個完全的人 如果是沒有 裡面沒有溫柔的話 這會使人害怕 使人驚恐的 那如果是一個溫柔的人 人家我們可能會說 這個人扭扭捏捏 或者是這個人太過於 不夠有破例 但是這一段話 這個經文裡面 告訴我們是 我們的神是怎麼樣 是一個完全的得勝者 同時也是一個 溫柔的引導者 在我們裡面 他不只有力量對付 當時的八把柄 同時也要像我們信約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講的 一隻羊失去了 這個上帝都會 因不基督都會找到他 所以已經透過今天的 這個經文 可以讓我們更知道說 上帝使我們在曠野當中 要去經歷他 遇見他 曠野可能是 我們很多人 都有共同的經驗 有時候我們可能 感覺不到上帝的存在 他現在覺得沒有為我開路 甚至覺得很不甘心 覺得很憤怒 我有很好的 對神有很好的 態度 有很好的適風 但是感覺他好像沒有為我開路 但是透過這一段話 今天的這一段話 告訴我 在曠野裡面 往往是上帝使我們 更深的經驗他 這裡是一個神學家 也是一個心理的 很有名的資商員 我們看到一個事情的時候 看到一個事情真實的 我們可以用正面跟反面去證明 但是有時候 反正法 是不是讓我們看事情 又看得更清楚 這個人他說的這一段話 他說 逆境是使我經歷到 你的真實 又對我的愛 又對我的愛 我神 不是嗎 有時候我們在恩典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感受到 上帝對我們的愛 給我們的恩典 有多麼多麼的信實 但是有時候一旦在 我們不願意的環境之下 我們可能更深的去經歷到 上帝對我們的愛 今天這一段經文 他告訴我們 當我們落在 看起來是曠野 是沙漠的景況裡面 他與我們同行 甚至他成為我們最大的 醫治者 在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理況野裡面 他與我們 相遇 轉化我們 醫治我們 更新我們 給我們力量 甚至 他不只是檢選你 他還要你成為他的先鋒者 他還要讓你成為他的先鋒者 你相信嗎 你相信上帝不只是檢選你 不只是讓你成為門徒 他還要你成為他的先鋒者 這裡這一段 這個先知他所要傳達的是 當你知道你自己的樣式 上帝照你的樣式的時候 你要在自己的生命裡面 除掉一些 可能是攔阻我們 妨礙我們 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都要去除 要慘 要好好跟隨主 好好為自己的心 去回應上帝 對你的愛 對你的呼召 好 我們上個禮拜都有提到說 從上個禮拜開始 就一系列的代降節 上個禮拜是 胖亡 代降節的第二個主日 物名思義就是 信心 你要知道 你的環境重視有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誘惑 很扭曲的價值觀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環境裡面 甚至你的信仰 是受挫的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 上帝所賜給你的應許 引導 還有恩典 是永不改變的 而且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再一次的告訴我們 他不只永不改變 他還要像一個木人一般 溫柔的引導我們 我們一起同心低頭禱告 我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花一些時間 一分鐘 你去 默想 上帝 與你之間的關係 甚至是 你覺得你在生命當中 你有什麼 是你的荒野 是攔阻你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甚至你知道 你不只是他的兒女 你還願意成為他的門徒 作為一個先鋒者 作為一個為主預備道路的人 你也可以跟主我來說 主人 求你把信心賞賞給我 求你把安慰的話語 成為我實實的力量 我們在上帝面前 安靜默想來自取力量 對 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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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命风舍必须站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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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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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堅決的蠻圖 所堅決的先鋒者 谢谢你 谢谢主 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恩 谢谢主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话语 要时时成为我们的力量 阿们